然后这样呢 我就做一切呢 又都是在基督里的 所以他说 我是卑微的 我是勇敢的 如今我亲自借助基督的温柔和平 劝你们 你要注意 这个借着基督 我的卑微是连于基督的 我的勇敢是连于基督的 我的卑微是在基督里的 我的勇敢也是在基督里的 所以现在我告诉你 弟兄们啊 当我见你们的时候 我是卑微的 我不在你们那的时候 我勇敢的 现在我他还不是 还是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我就借着基督或者经过基督 借着基督 经过基督的温柔和平 我来和你们有好的交通 所以也不是我的卑微是在基督里的卑微 也不是我的勇敢是在基督里的勇敢 我的卑微是孔子的教训 我的勇敢是天然的幻想梦想能力 这些都没有价格 这些都没有价值 如果卑微是在基督里卑微 如果勇敢是在基督里勇敢 我是这样一个人呢 我是一个完全联于基督 所以在基督里嘛 我是一个完全联于基督 我又是一个完全为主圣徒们的人 我是完全联于基督 完全为主教会 所以说我保罗 怎样呢 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卑微的 弟兄啊 我怕我们永远持守这个美德 我们需要见一面的时候是卑微的 替你规划的时候是勇敢的 想到你的未来是勇敢的 在你旁边的时候是卑微的 哇这不得了啊 这个学习是一个不得了的学习啊 我们太容易根据我们以为是对的 就要求弟兄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必须这样 必须那样 忘记了不 你要陪同他的 如果他今天难处 陪他过这个难处 如果他今天有限制 陪他过这个限制 如果今天他有缺点 帮助他突破这个缺点 如果他今天在身上有软弱 和他一同在他的软弱里 长出来 但是再看他的时候啊 你里面是非常高的 阿们 你希望有这样服侍你的弟兄 这样的弟兄在你面前是卑微的 阿们 然后替你思考的时候是勇敢的 可是无论他是勇敢 还是他的卑微 他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所以啊 所做的一切啊 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所以他说 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 何必劝你们 这是他说我 保祖说 我愿意啊 就这么短短一节圣经 够你使用一辈子 阿们 你这一辈子什么 连约基督 活出基督 住在基督里 经过基督 然后你怎么来活出呢 在弟兄们面前呢 是卑微的 不是说不可以责备 不是说不可以责备 就是连责备 也是在一个卑微的里面来责备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换句话说 没有什么怒气 是连于主而产生啊 在爱里面的真实化 用爱里 在爱里所诚实化 也许又责备 但这个责备啊 不是叫人受伤害 这个责备啊 是叫人 觉得主的同在 是叫人 从他现在 所有的限制里 讲出来 然后不仅是这样呢 他在规划 我再回来 他规划的时候 不在你们那里 就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想到你们 当我一个人想到你的时候 我是勇敢的 弟兄啊 我愿意你们永远 学习这句话 你们 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 太低了 他也说 我们所考虑到的 都是很低的 他有没有聚会啦 他这次唱诗 有没有开口啦 他祷告好不好啦 我们很难有一种啊 勇敢的思考 勇敢的思考 这里有一个弟兄 这里有没有限制 有 有没有软弱 有 有没有这个跌倒地方 有 有没有难处 有 有没有他个性 各面的 这个在神面前 不能为主使用地方 有 但是就算这样一个弟兄 我现在思考他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勇敢 现在我们这个勇敢了 我真是盼望 主用他 我真是相信 主也能用他 我真是仰望主 在他身上 带领他 好叫他 能为主使用 当你这样勇敢的 起来的时候啊 弟兄们是非常有盼望 可是他无论是勇敢也好 卑微也好 他都是啊 在基督 耶稣里的 那第二个呢 他 说是什么呢 我就是一个榜样 我就是一个榜样啊 这榜样 第一个他说什么呢 一切都是为主啊 赢得基督 这个 他说我已经为他 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了什么呢 为了啊 赢得 基督 换句话说 我要以基督为目标 而成就 那个目标 这个赢得很败事 为什么败事呢 英文是 gain 我要得着基督 两个中文的翻译啊 都是 我要赢得基督 英文的翻译 That I may win Christ 我可以赢得 That I may gain Christ 我可以得着 主给我们每个人天分 叫我们去做生意 对不对 五千的就赢了五千 就是gain五千 就这个字 五千的就赢了五千 或者得了五千 两千的就得了两千 一千的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一个就叫你以为 这件事是自作恩赐的 公用所的 这里不是 因为它后面连着是基督 基督是我一个目标 我当我看见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也来得着这个目标 我得着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就愿意出一切的代价 丢弃万事 什么叫做万事呢 第一个它是生活上的事 第二个它是地上的事 第三个是属灵的事 生活上的事就是我要有饭吃 我要衣服穿 这是必须的 地上的就是我可以在这里有发展 然后属灵的事就是我可以多接锅子 我可以被主使用 我告诉你 它说这个万事的时候 它绝对不是指生活上的事而已 也绝对不是指地上的事而已 它是包括属灵的事 你知不知道到后来 最让你们没有办法让主满足的 这是属灵的事 你们都很爱主嘛 你们都已经舍弃了一切嘛 你们对你们来说 什么事业了前途啊 都放在一边了嘛 所以它说什么呢 我为祂为祂基督啊 已经丢弃了万事 所以你也有这个吧 主啊我为祢丢弃了万事 我现在想想啊 当然很难讲人人生嘛 我想这个哇这个地方太好了 这个地方太好了 我说劝他你 好好服侍主啊不要上班了 现在啊 他生活上 感谢主 他把他放在一边了 对不对 很高的薪水 现在没有了 然后地上的事呢 他也放在一边了 没有前途了嘛 哪有一个全世间有前途的 一般来说我们大家 这说不上什么地上的事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 说实话啊 今天真叫你去好好花钱 你还不会 你会吗 你知道什么叫做最高级的餐厅吗 我跟你讲啊 今天主真给我们很多 我们享受不来的 阿们 懂我这意思吗 不光是生活啊 还有地上的 你们不是爱主了吗 你们要丢弃万事吗 第一个 你的生活要变得单纯起来了 简单起来 阿们吧 第二个呢 这个地上 地上的事啊 你就懂了 都没有了 保罗说 我为主的缘故丢弃万事 这丢弃万事就说 我跟你做一个榜样 我根本不享受美食 我根本不享受好居 我根本不需要好车 我根本不需要多少钱一套的西装 我是简简单单的过这个生活 这是我的生活 不仅这样呢 在地上啊 我是一无所有啊 它是又挤又渴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地上也丢了 还有第三个啊 那就不简单了 属灵的 我也告诉你啊 他一辈子跟随主 信主啊 三十年 信主三十年就寻到了 对不对 他 是什么 三八年得九嘛 四八年受打发嘛 五八年 就作剑嘛 十年嘛 你看他十年做多少步 你们要学 你们要学 才做了十年 就建立那么多的教会 阿们吧 那么他不想要去西班牙嘛 就是福音要传到地级嘛 那时候地级就是西班牙嘛 他不想到西班牙嘛 传到西班牙 他感觉主耶稣就会回来嘛 他一直要福音传来 结果做话他抓起来 所以这样呢 连属灵上啊 主也叫他放弃 我为他 丢弃万事 丢弃万事啊 不仅是生活的 阿们吧 也不仅是地上的前途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属灵的 如果属灵的追求 如果属灵的要求 或者属灵的那种享受 取代了基督自己了 如果做工 为了做工 做工的那个热气 做工的那个心态 取代了基督做王了 我都不要 他很有意思 这个德 就是我可以赢得就是德 我可以得主基督 是吧 这个德就是他用来得人嘛 他说像什么 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这句话没有人能懂 这什么叫软弱 这些是你没有人能解释的 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 是人喝酒 你也跟着喝酒 他不是软弱的人吗 人吸烟你也跟着吸烟 你不是软弱的人吗 不可能嘛 喝酒我不敢讲 因为那个时代的人 喝酒还普通的 但无论如何 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像什么 像什么的人 我就像 还有什么 像立法一下的人 我就做立法一下的人 我要什么呢 他有个目标很清楚 他目标很清楚 我要得着他 我要 我是这样 我要得着他 现在他就讲了 这个赢得是我的目标了 基督是我的目标了 基督是我一生的目标了 我要来赢得基督 当我这样赢得基督的时候 我是丢弃万事 我把生活上必须的丢弃了 我把地上前途盼望丢弃了 然后我甚至于把我属灵上可以有的发展丢弃了 我把这些都丢弃了 我要来赢得基督 弟兄啊 这就是他 这是他 自己所给我们立的榜样 我来服侍你 我又服侍你的人 我要成为一个榜样 你们看我 当然可以说 你们可以看我 但我们大家都喜欢讲 你不要看我 我怎么禁不起你看 保罗汉在那说 我有一个榜样给你们 这是我 我是怎样一个我呢 我是把地上 所有一切都丢弃了人 为了什么呢 只为了要赢得主耶稣自己 为了赢得基督 或者为了得主基督 不仅这样 他有一句话也很凶 他说我在这里活着的时候 我只做一件事 他说一切都是为了你们 他说你们学了基督 学了基督这个字 他也可以是学徒 也可以翻作门徒 门徒就是学徒 懂吗 你是一个门徒 你就是一个学徒 你是一个学徒 你就是一个门徒 懂我意思吗 我是一个门徒 我做你的门徒 我就完全跟你来学 他说你成为基督的门徒 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你在他里面 受了他的教导了 然后这样 你在心思的灵里 要得以更新 他说一句话 也许好像他的见证 就是说 我是怎样一个人 我是一个不断的学习 在我心思的灵里 得以更新的人 第一个 我有个心思 第二个 我的心思 要让我的灵充满 当我的灵 这么强 这么丰富的时候 他 进到 控制 我的心思 我的心思 却成为一个 更新的心思 所以说 你们回去的时候 有的人就觉得 我得了很多 有的人觉得 我好像 搞不清楚 我得了什么 有的人就觉得 我记得哪一篇道 太清楚 影响我一声 云瑞讲了 我从头到末了 我就这么 一堂堂就会聚下来了 你知不知道 这些都不重要 得了很多的 不一定真得着 真得着的 真觉得得着的 不一定真得着很多 主要是 你有没有 心思的灵 你的灵 你的心思 有没有印着 你灵中的 充益 灵中的 丰富 而得着了 一个改变 心思的改变 就是人的改变 懂不懂 我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我这个人呢 是不断地 在基督里 让基督 借着我的灵 改变 我心思的人 心思改变了 就是 人的改变 我人在这里 不断地有改变 你有什么样的心思 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 你要学习 看不见 谁是什么职位 谁有多少钱 你要注意 对有钱的 有职位的 你要学习尊重他 为什么尊重他 不是因为他有钱 有职位 因为他这个人 一个平常的人 不会这么能有钱 他一定有种能力的 那个能力是你要学的 所以要尊重他们 他能够有个很好的地位 要尊重他 所以对有成就的人 你一定要 要这个尊重 但是 你不要羡慕嘛 懂我这意思吗 他还有钱 有一天 我也有这个钱就好了 你不要 这个心思啊 没有更新 没有更新是这样的 你就看见许多 你不应该看见的 什么叫心思灵呢 我只看见 我该看的 我看不见 我不需要看的 我只注意 我该注意的 我注意不到 我不该注意的 懂我这意思吗 我这个心思灵 得以更新了以后啊 我这个人和神啊 连得非常的亲密 我有神 神有我 我连与神 神连与我 我享受到神 神也在我里面 成为我 满足 扶持 安慰 成为我的一切 这我的心思灵啊 更新 保罗说到他 他就说 我愿意你们 学一个东西 跟我一样 我过一个什么生活呢 我心思的灵啊 得以更新 我很多 我不需要看见的 我看不见 很多 我该看见的 我才看得见 很多 我不需要注意的 我注意不到 很多 我可以注意的 我可以注意到 这是一件 非常 属灵的事 你这一生啊 大概都这样 为什么我们啊 注意好多 根本就不需要注意 谁属灵啊 谁又发展啊 我告诉你 心思的灵 不能更新 就不可能 穿上新人 不能过一个 健康的 教会生活 因为有太多的思考 太多的比喻 太多的要求 太多的盼望 这都是基督之外的 保罗在这里说到 他两个字 第一个他说 我把地上一切都丢了 我要来赢得主 第二个他说 我要注意 弟兄们呢 我们心思的灵 要得以更新 叫我们不断的 在心灶里 看见我们可爱的主 然后这样呢 这样我们才能啊 穿上新人 求求怜悯我们啊 就这么多吧 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告诉主 主啊 我们愿意注意 我们的所事 我们愿意 我们的所事 能够在你面前 受成全 我们也愿意 因着一个健康的所事 成为一般呢 可以成全 爱别人的人 愿意祝福我们 我就停在这里 Amen